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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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今天我们要请到三位我们的重要来宾 这三位来宾也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第一位我们请到台大国立所的教授 卢信昌卢教授 卢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我请到台湾竞争力论坛的副秘书长 谢明辉 谢明辉主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第三位呢我们请到中部上来的 我们大业大学的财经系的系主任 刘文奇 刘教授刘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那么我现在想讲一下就是 欧洲再信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今年年初所并发出来的 在这个出来之前很多世界上的各种经济指数 都以为我们现在世界的好像景气有点回温了 尤其在2009年的第四季大家都这么谈 甚至立即远南好像就要开始要回升的当时 没有想到欧洲却并发了 不管是不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 所谓的欧洲的再信危机 好 那么再信危机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哪几个国家 那么或许有些观众不知道 我想请这个我们的来宾呢帮大家解释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叫做Pix 好 我们叫做猪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请卢教授 你先帮这个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Pix是什么东西 这年头媒体的确都帮大家做这种高级的记忆的学习 其实这个Pix就是几个欧洲主要国家 一个是P.Portrico 那I.Italy 那G.大家知道的希腊Greece 跟这个SPAN 这四个国家 那最近呢大家突然又觉得说 这个爱尔兰好像也该被列榜 所以这个I突然被写了两次 所以变成是P.I.I.G.S. OK 好 谢谢我们卢教授 那个这个 刚刚这个卢教授所提的这四个国家 刚开始说Pix Pix 那么当然这就是猪的发音 好几只猪 疫情猪 那总共四个国家 可是呢我们现在还是练Pix 这个I可能要发长一能有两个I Ireland是在上个月嘛 三月也发生加入了他们这个随书的团队 可是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我们再新危机 我们这一集之所以要讨论的 倒不是之前的这个Pix的问题 而是最近又有一个国家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它是因为假账死来 我相信观众可能也听到了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或者说它背景的内涵是什么 我请我们谢秘书长 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 告诉观众到底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假账问题 台湾静静论人在2月11号 有招开一次 两岸三地如何应付欧元再新的危机 当初我们就预测到说 欧洲的欧元不保 再新的会持续延烧 果真被我们预测到 那现在除了希臘的问题 延烧到欧洲国家 欧元区国家不得不成立一个 7500亿的欧元作为研究 欧元的一个基金 但是这7500亿的出来以后 那匈牙利马上 总理马上就宣布说 他也有再新问题 很明显的是 匈牙利也想要分 这个7500亿基金的大兵 然后要欧元区的国家来纾困 但是匈牙利并不是欧元区的国家 它是欧盟的国家 好 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除了希臘以外 那匈牙利也发生了 这个他们做假账的 那当初在纽约的金融华尔街里面的 最高的一个金融的霸主 叫做高盛 希臘就找高盛来做账 然后高盛所延伸的金融性的商品 七上八下 然后他把一切的金融商品有关你的账 用他的魔术师的大法把他掩盖得天衣无厚 让所有欧元区的国家 没有办法在他的帐里面找到说 希臘的财政有问题 然后让希臘门混过关 那现在匈牙利也是这样 那两个不同的原因是 一个是欧元区的国家 一个是欧盟 欧元区的国家涉及到欧盟17国的利益 尤其是现在欧元从1.5来一直贬 贬到现在1.16几 那在这几个月时间贬值了这样20几% 是非常可怕的 那德国现在这么强的国家 那被迫要纾困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好 那德国愿意吗 他又不得不愿意 所以老百姓反对 政府就不得不要来化解这些大的危机 好 长此以往 如果今天希臘特的问题要救 兄弟医院出的问题要救 南保以后东洋国家会出的问题 还有 现在最可怕的味道在里面 他说什么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葡萄牙 然后连英国的英镑都有危机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欧洲为什么会辞持呢 我下一阶段的时候我也分析 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欧元栽性危机 那我现在就把机会再让给我们大学大学的教授来 谢谢 我们大概还有好几段 我们要请我们的谢秘书长 好好的帮我们解盘一下 到底欧洲里面还有哪些很重要的问题 必须让观众知道的 好 那么同样的问题 那就我们就追踪一下好了 我们请问刘教授 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我们谢秘书长已经点出了 那个国家叫匈牙利 做假账 谈到好像有阴谋论的问题 要分7500亿 你的认知或你知道的数字资料 是怎么样一回事 你也跟观众说明一下 我所查到到2009年底 大概政府债务占GDP的百分比 那么在匈牙利来讲是大概78.3 如果这个数字是不是假的话 那我想这个数字来讲 我来等一下来跟其他国家来比 那意大利大概百分之115 所以我们欧洲大概五国里面 大概这个意大利也算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比较正常的就是德国 德国是里面的基欧生 大概是百分之73 那法国是百分之77 那整个欧盟是百分之73.6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讲 那个匈牙利来讲 是大概在平均数多一点 那以我的见解来讲 当然它这个债务来讲 如果以纯债务的角度来讲 它并不是最严重的 来便有办法列入到欧洲第六国 我的认为是这样 所以您这个意思是匈牙利的债性 你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它比平均数高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在这段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要把我自己所知道 跟各位这个当然跟各位观众 也稍微的疏通一下 就是我其实知道这个数字 其实可以解读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它的债性的比例 跟它GDP的比例 其实有些先进国家 像日本和美国 其实它非常高 它不一定比这些国家低 但那些国家可以继续发展 是因为这些国家会赚钱 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比例就是 我们所谓的财政赤字比例 我们所谓的budget deficit的一个ratio 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基减T 就是政府的开销减掉税收 如果这个赤字一直很严重 实际上美国现在是面临到 第二个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不止债性高 那么基减T又很高的话 这个国家可能好像是会越来越严重 当然那个也是一个数字问题 我们的欧洲这些国家 像希腊之前我所看到的 它的devit ratio 就是它的负债比的比例还好 而主要是它的一个所谓的赤字比例 其实一直很糟糕 所以它不会赚钱 那么占星又欠钱又不会赚钱 我们就产生了所谓希腊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 我们或许待会再请到各位专家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警报县长 警报财经台 我是主持人聂建忠 刚才呢我们请到三位专家 帮我们分析了一下 我们欧元再信的问题 那么欧洲再信区呢 这个我们刚讲到一个国家 它做了假账 那么我们刚才 我们的谢明辉秘书长讲说 这个可能是我们7500亿 的这个erlance 那么造成有所谓的 我听起来像阴谋论 那么想要去分这一个7500亿 这样的数字 我觉得有点好玩 那也有点好奇 这个我想再直接再追问一下 我们谢秘书长 你怎么去分析 你怎么去判定认为这样的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可能是一个猜想或假想 你们再做一些深入你的想法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观察描述 推论控制解释五部曲的 那推理出来的东西 那我推理给各位来听听看 那讲的有没有道理 15世纪开始 渥州内讲究 启动了殖民旨一列斗的时代 然后他们的兵翁手指南美洲 包括亚洲 包括其他地区 非洲地区 所有的战略资源 都全部列走到欧洲去 然后他开启了500年的欧洲强性的时代 在这个强性的时代呢 他以止气死 亏后无度 所有完工贵职呢 他奢法无度 但是他们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了 中国人说一句话 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 所以他们的财政 却没有办法支持他们的需要 然后他们又没有办法借着武力去掠夺世界各地的资源 他们的工业产品呢 又比不过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们的工产 世界工厂所产生的那个东西的廉价度啊 比欧洲所自己生产东西要便宜了好几倍 那除非在欧洲你的工厂是一个名品牌 很名的名品牌 那价值很高 你还有竞争力 就比如德国的厂商 他们所生产的东西 它既有竞争力 但是欧洲国家有几个像德国一样的 就是荷兰 那比较有竞争力 北欧的国家 但是像南欧或是东欧 这些国家他们的知名的品牌不多 然后他们在欧元区又享受最高的福利 工年的待遇又高 那请问现在世界工厂是全球化WTO的时代 他们的所生产的工业产品 具有竞争力吗 相同的一件东西 中国卖出来的只有5块钱 在欧元区生产的价50块 那请问啊 他们的工厂能生存吗 好 但是他们政府一直补贴一直补贴 补贴到10年20年到30年这样 整个中国强盛起来了 然后他们的工厂衰落了 那好现在没有办法掩盖了 那当初他们的那个想法都很简单 把这个账做好 利用欧盟期的欧元啊 强势的那个货币啊 然后掩盖了一切 他窟窿的事实 然后这一处呢 希望图力延返他的财政危机 但是呢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如此之快 所以呢我想 这是我推理的第一步的说 因为他的工业竞争力已经滑落了 他所 他所赚的钱不足 他免得财政支持 所以会造成今天的 好 那个谢谢我们谢秘书长 因为谢秘书长 我刚刚想要从这个 我认为所谓的 有没有这个阴谋论 为了分这个7500亿 这个角度缺入 当然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人敢斩钉截铁的 这样去认定 但是也不疑 不乏有这样让人疑虑啦 所以我刚刚讲到 当这个明辉这个秘书长呢 讲出来了 欧洲呢 之所以今天 他们社会福利是很好 可是不懂得赚钱 那么不断的举债 所造成的国债太高 而全世界呢 有产生 这个有所谓的贸易不均衡 甚至他们这所谓的商品的价格 这个不同 那么所造成欧洲不赚钱 那么却借钱 产生的现在终于爆发 当然这个匈牙利的问题 它我们再重复一遍 前任的政府被发现 编造假的经济数据 在6月3月4号呢 被公布出来以后 很快的股市大跌 那么全世界受到了伤害 这个问题是真是假 到现在也有人认为 是不是假 若是假又是阴谋论嘛 就刚刚讲 所以这个东西 我想请我们这个 我们卢教授 他本身也是在很多 这个国际事务观察家 想请这个卢教授 你是不是能分析一下 匈牙利这样的一个债务问题 它代表了一些什么意义 其实坦白讲啦 就是说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 大概每一个环节点 都是大家一方面去扑棚保益 所以希望带动大量投资 跟整个生产行为的热潮 但是每次它就会朝去朝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70年代 80年代整个再新危机 都是在南美洲 中美洲国家 90年代进到亚洲 那现在21世纪在欧洲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坦白讲是一个循环 因为如果回到二次大战 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欧洲 跟中国的再新也非常糟 那时候美国相对的 国力稳定跟强大 那现在倒过来讲是中国的整个国力稳定 然后整个全球其他地方 相对有这样的一个起起落落 所以这个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里头 各吹各的调 一定会发生的一些不乏不一致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它 也必须要去处理它 但是大概不至于陷入过度的恐慌 跟这个骚动 OK好那我们谢谢卢教授告诉我们 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么但是我世界是有一个机制 也应该会有一个稳定机制 让它将来多多少少能够让它至于稳定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有危机产生 也不必太骚动 那么我们还是 这个应该平常性来以对 那么不过我还是对这个匈牙利 它再新问题所代表意义呢 我想直接再追问一下我们这个刘教授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主题 就是要知道我们匈牙利 这个战经问题的内涵以及 它到底会有什么效果 那个匈牙利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它可能会有做假账的问题 那我练一下它的经济的成长率 那可能会有那么一点 那个我们那个什么 一些证据可以证明 在2009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它的经济成长是-6.7 那么第二季的话是-7.5 第三季是-7.4 第四季是-4 4.0 那么今年的2010年的第一季是0.1 正的 所以这个我们用1Q对1Q来讲 就1季对1季来讲 那么去年的 就是在2019年第一季是-6.7 今年的话是-0.1 那去年全年 平均的那个经济成长是-6.3 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进步的太快 那我昨天有一个数字来看 这个数字里面可能是有作假没有错 那我们整个欧元区大家都知道 欧元区可能会有一个崩解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它的线图里面 第一个是预算或者是结算的 是政府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大概在2008-2009 全部都是下滑 全部都下滑 那这个表示这个跟美国的金融风暴 在2008年底大概相符 2008年底相符 所以世界的趋势走下 应该这两年应该是没错 所以欧盟 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个 这个欧洲五国 那个在也是有包括欧盟 他们负债 占那个GDP的百分比 那各位从这张图上也是一样 在2008-2009年也是急剧往下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再来打最后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对不起 这倒数第二张 那欧洲五国 还有欧盟欧元区的一些问题 我们经济成长 各位看得到 这个在最近的两年 一样也是往下滑 所以这个欧洲的问题的爆发 大概是这两年 那再来呢 我们看最后一张是欧元的那个贬值 我想我们秘书长这边 我刚才有提过欧元 大概贬值20% 那没有错 因为那个最高点 大概最高点大概1-1.5 那到现在呢 大概6月4号的时候 已经扁破到1.1966左右 1比1.1966 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认为欧元区的债务 或者欧元区的崩解 可能有它的一些历史的原因 这是我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好 谢谢我们刘教授 那这段所剩的时间不多 我这边先声明一下 这一次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之前呢并不知道 而是现在匈牙利的执政方的 所谓的亲民盟副主席 总理他们发言在 6月3号 4号所宣布出来的 诶 这是一个恐怖的情况 就是现在的执政者 把旧的这个甲章翻出来 我想这个很多国家 这样的情况都在发生 那么难免这个执政者 一下来以后变成在野 那么后来执政方 就会去挑他的毛病 这个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蛮有趣的 我们都知道公司在公司里的时候 或者公司财快在公布的时候 都有一些会计准则去把关 甚至要有会计师去签合 有没有所谓的保留或不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等等 而国家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当然我们可能有OECD 或一些国际组织在观察 但是却没有办法 对一个国家整个账务 做所谓的查账 所以做假账 其实只要执政方 其实是做得到也很容易 所以不发 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还不发 可能发生在其他类似的国家 这样的情况我们待会再进行讨论 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 《行报现场》《行报财经台》 刚才有提到 就是我们知道国家做假账 那么是有可能的 因为国际组织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完全对某一个国家 他去查账的一个机制 不像我们的公司可以被 有所谓的快译诊责 或者快译诊去查账 那么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些 所谓的 不管是公司法 等的一些把关 那么这样的情况 的确就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匈牙利假账问题 其实隐含着很多东西可以谈 那这样的议题 我不知道卢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说匈牙利 那么假账的问题 是不是你认为也是很有可能 而且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又怎么看这些东西 对国际组织的影响 又将来你觉得 要有什么样的机制来把关 其实就是说 在整个国民所得的编制上 我们的确有 这个世界银行 它的一些概念 但是每一个国家 在根据自己的经济特性 都还有一些调整空间 所以这里头的这种认知上 加上一些季节性调整 加上一些资讯 递言等等效果的这种预判 其实的确会有这种 强烈认知上的差异 所以各位都知道说 譬如像大陆的统计局的 这些资料 经常也被其他国家 所诟病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不在于说 资料会不会被诟病 而是在于说 大家在面对相同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你可以看到雷根在 这个1980年代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的很简单 他只问说 Are you better than 4 years ago 他不跟选民讲说 这些数据真的或假的 他只问说 你有没有过比较好 这种方式的处理问题 就跟现在匈牙利 这种自己爬粪的方式 蛮不一样 那也跟97年泰国的时候很不一样 泰国的时候 他的总裁想要把问题盖住 他的副总裁 就干脆高挂免站牌 也不去主动通报 也不去面对 所以最后造成整个泰国 300亿美元的外汇 一夕之间全部蒸发 所以我想这里头 其实给我们的最大的点醒 就是说 政治人物还是必须要知道 一言新邦 一言上邦的重要性 这种经济过程里头 有蛮大的一部分 是来自于大家的自信 互信跟这种善意 而这种互信跟善意 在政权争夺过程里头 偏偏经常是一个 最容易下刀的手 那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想匈牙利 未来我想还是可以 对他有一定善意的期待 但是至少匈牙利的副总理的实言 或者表态 的确在欧洲国家引起相当大的反感 这部分其实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政治不但是一个斗智的过程 它还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艺术 在这一头 任何的政治人物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言论跟整个社会负责 OK 谢谢 对我们卢教授 当然这个很清楚也点出了 的确这个东西是有可能 那么其实国际的整个 我们说国家的透明度 不是每一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尤其民主国家 可能有多党执政 那么会去监督 那么如果是比较独裁的国家 像早期共产主义的国家 它就有可能一党独大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卢教提到大陆 它有可能的监督机制 你没办法 所以你会听到有些数据 好像是真 但实际上你要不要怀疑 难免会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去给一些 这建议刚刚卢教授提了一些 我想请刘教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刚刚也提到了 有一些经济数据 好像匈牙利 这假账很明显 那你怎么去看 是不是其他国家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有可能会发生 那么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整个欧盟 不管怎么样 它有没有做假账 或者是全体都有做假账 不管怎么样 趋势大概是对的 就是我们刚才 从2008-2009数据去往下的 那我想这个趋势上是 转坏就是真的 那再来我们看从 这次的欧盟 人家总会不会解体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政府的次质比较高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高失业的问题 那我这边把高失业的话 失业率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西班牙大概是 这个数据是2010年的1月 这是今年的1月份 那西班牙的数字 大概是19.1% 那么爱尔兰大概13.2% 葡萄牙是10.5% 10.5% 那希腊是10.2% 那法国是10.1% 那美国是百分 对不起 先在意大利 百分之8.8% 那英国是百分之7.8% 德国是百分之7.3% 那同时呢 我们要去了解美国 刚才有念过美国是百分之9.7% 但是日本是百分之5 中国大陆是百分之4.2% 那我们从这个数字来看 亚洲的失业率来讲比较低 那跟亚洲那是重生产 重制造有点关系 那在那个欧盟来讲 可能是重的是一个进口 可能他们进口可能会大于出口 那么他们也重社会福利 那所以有人就躺着让政府羊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上来讲 我认为在欧洲来讲 这个失业率大概 亚洲跟欧洲平均来讲 应该差到百分之6以上 这个两个地缺百分之6 假如表示这个社会福利太好 的确是政府一个负担 那我们觉得呢 这个欧盟 的确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 我们也猜测到说 也许是 美国的一个金融风暴 也是会影响到欧盟的一个急剧往下 这个是我们一个推论 以上 谢谢刘教授 那个刚才提到一个东西 有点呼应我们刚才这个 谢民署长所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欧洲呢 他这个 我们都知道 他生产东西比较slow 那比较慢 那么有国家呢 去给好的福利 那么是亚洲这些国家呢 这个不断的生产 那么人民呢 这个都 就业的机会大 所以失业率就比较低 那么亚洲呢 这个就业呢 这个劳工也便宜 所以卖东西也就便宜 这使我想到以前 巴菲特在2007年左右 把他写了一个书 那么他是 就是全世界有两个岛 一个叫做贫穷 叫节俭岛 一个叫奢侈岛 那么奢侈岛呢 都过得很富裕 然后呢不断的花钱 甚至就是一直花钱 然后把他所有的钱 就一直往另外一个岛塞 另外一个岛呢 就是节俭岛 就不断的工作 不断的工作 就把东西一直生产 就给那个岛 结果后来 过了一阵子以后 那个岛呢 结果没有钱呢 全部就把房子要卖 什么都要卖 就一直在讲 瘦瘦瘦 就要瘦瘦 就要卖 这个国家负债高了 那个国家开始富裕了 这个情况 欧洲好像真的 即使不止欧洲 亚洲 美国也是这样 真的好像有点是 西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奢侈岛 而东边 东方就是我们的金钱岛了 所以刚才卖民事长有讲到 好像你的这个 今天论坛上次开会的 一开始讲的那句话 是不是你再继续延伸一下 我会讲说 欧洲衰落的历史 必然 因为它的竞争力不如 东方的亚洲国家 那现在世界的霸主是美国 那以美元为主 当然美元 在整个IMEA里面 不准欧元 自印钞票来解决这个危机 当二次金融危机 二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候 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候 美国是大量印钞票 每天不停地印 来解决他们 美元不足的危机 那因为美元是世界 美元是世界上 通用的货币 所以它是金融的霸主 这个霸主只有一个国家 能享有独享有而已 那就是美国 那今天欧元发生的是债务危机 有欧元也想要 要乳法炮助 大量印欧元来救那个希腊 但是 这个看在美国的眼里 当然美国会大力反对 说好 你们主能什么 主能节约开销 那么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窟窿把它填平 所以要它 勒紧勒紧勒紧腰带 那欧洲国家呢 要勒紧腰带的时候 他们的民众啊 因为已经习惯你这个高福利政策 所以就出来抗争 罢工的事件 或抗争的事件平船 那 因为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欧洲国家就想要一个基金会 就7500亿 要来施困 那好 这7500亿要怎么来 因为爱业民要支困2500亿 借免2500亿欧元给这个欧元器的国家 助筹5000亿 这5000亿呢 国家的 那什么分配呢 德国当然分得最大宗 德国分配最大宗 以后德国区的那个 德国的民众呢 又反对 所以 他们就 又开始反政府 好 那这边如何来解决 德国 德国跟欧洲国 欧盟LN7的国家 国力查的 非常巨大 大概有四个成绩 LN7最强的只有德国是最强 勉强跟着上脚部 只有华国 那北欧三国加上西欧的两个国家 北欧三国就是 丹麦 芬兰跟瑞典 还有西欧的 河南跟比利时 比较强一点 那中国的国家呢 如果卢森堡这类 奥地利这类国家呢 又赤字 南欧国家最差 就是欧元七分的四级 如果要把欧元的 统一在一个货币上的话 这样会参赐不起 那最老大的德国会很累 那其实如果应该这样的比例的话 应该他有 好 对 谢谢先生一位 这个秘书长 这个为我们这段解析 我想我们这段呢 到这边 这也谈到非常多 这个欧洲 他可能会 刚才讲的什么 欧洲灭亡 历史必然 欧洲衰落 历史必然 欧洲衰落 历史必然 其实 的确最近欧洲 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美国呢 实际上他在今也很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探讨 可能还有一些雷同的问题 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 新报现场 新报财经台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欧洲 那么说欧洲再新问题 的确看到了我们欧洲 因为他的负债之高 那么也有很多的国家 他的所谓的财政赤字也很严重 造成他不赚钱呢 国家又欠钱 这样的状况 使得这些国家 有可能影响甚至欧洲 他们很多国家是联动的 所以整个欧元区 或者说欧盟区 有可能会崩解 那么这样的问题 我是不是请谢明嫂 你继续把您刚刚上段的说完 好 我这段直接在研究 欧元区 为什么会如此 我得了一个结论是 这可能是世纪的最大的骗局 欧元区的成立 因为它根本没有成立的条件 它是乌合之重国家的结盟 你看看政治体制是这么多 价值观又不一样 又这么多元的民主 然后每个国家强弱又不同 超强的德国 最弱的像希腊 所以他们的一个是在天 一个在地 竟然结合成一个 单一货币的一个团体 然后政治竟然不统一 财税也什么都不统一的状况之下 只有统一了一个货币 然后因为 你如果统一完了货币以后 你要有自己印 不管是你要贬值也好 或升值也好 要有自己印货币来 来那个什么来解救的潜力 但是美国又是最强的货币 又不容许这些欧元区国家 来自己印货币来解决 所以势必必然的话 应该如果照合理来讲的话 欧元区应该分为四个等级 最强的德国应该跟美国差不多1比1 那次级的国家像德韩国的话 应该是0.9比1 然后再更次之的 北欧三国到的南欧的国家 到最后可能整是要是1美元 1美元可以兑换2个欧元 如果是这样的分级来实施的话 大概或许有成功的机会 很可惜它是统一的 所以它如果是这样的话 来讲德国一定不堪长期的接受审施 你像德国这样流血的失识 他要流血失识多久 这次他负了这么多钱来解救西大 然后把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爱尔兰相继的引爆出来 如果这些国家相继的引爆出来之后 到时德国你哪什么钱来解救这些国家 所以欧洲的分裂我认得历史必然 好 那个我们今天刚刚听到的一个声音就是 我们这个谢秘义所长他不赞成欧元区的成立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待会可能也要问这个另外几位叫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事迹 如果这个他不赞成 那么基本上如果大家也都认为 这不应该成立的话 我觉得1999年洛贝尔讲 Robin Mondale他的 洛贝尔的这个头衔要拿掉 因为他1961年的OCA Optimal Cancer Area所造就了欧元区的成立 不止欧元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雅元或者只要是一个区域就在谈 最是通货区 那么如果这个论调成立 他的洛贝尔奖要拿掉 不过我是很赞成的 不过我想再请教几位教授 我先请卢教授 你怎么看 我们直接先谈欧元或者欧洲他们有些问题 欧元的或者说一个货币区的一个行程 您赞不赞成 其实一个货币区的出现 最大的便利是来自于说 希望造成整个区内 它的整个交易过程减少 因为转费押费等等 这些业务手续等等 来达成更多的物流跟金流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整个降低的成本 可以到15%以上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个货币区域的出现 其实最大的受惠是区内所有 有能力有意愿 去跟区内其他国家的人做交易的时候 他得到便利 这个部分其实我想各位都知道 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也是这样做 那整个美国在19世纪末 他也是这样做成立的废的 那整个中国在北伐之后 我们也是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银元制 所以其实就是说 一个货币区域的扩大 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和平 跟一个经济活动的发展在进行 那这种过程里头的确 倒过来讲 一个让货币没有办法顺遂 顺利继续当作一个交易媒介的原因 也是来自于这些动乱社会冲突 跟其他的这些地区山头主义 或其他的这些分裂的这种意识造成 所以我想这里头本来就是一个摆档 那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当然这个欧元看起来是岌岌可危 但各位不要忘掉一件事 当年日币从一个美元兑340个日币 升到现在一个美元兑100个日币 表示美元相对日币贬值成原来的三分之一 当年金价从1盎司340美元到现在金价1盎司 大概1200块美元 表示美元变当初购买力的四分之一 所以事实上如果就欧元现在的贬值幅度来看 相对于美元贬太少了 因为美元曾经贬了超过80% 那欧元到现在只贬了超过20% 所以这里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 以一个相对长远稳定 然后以一个促成有效经济贸易活动的发达 来当做一个最后的裁断 是 我想我们好几位教授都在教国际金融 包括我本人在内 所以对这种医求真的要谈可以谈非常多 那么当然刚才甚至要回归到 我们如果谈到是Bretton World System Bretton World申请协定那时候还是1美元换 1盎司黄金是35美元 那这个讲起来现在1000多 那更是不得了的一个贬值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欧元到底 我们说一个最佳货币区 欧元是其中一个 是不是值得 当时他成立 亚元还要去仿效 是不是值得成立 还是说我们根本不应该有所谓的一个 最佳货币通货区的存在 刘教授你有没有什么你的见解 我觉得以欧洲来讲 如果以贸易的一个角度来讲 当然是欧元的贬值 是比较有利 但是这个债务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像这种问题来讲 像我刚才也秀一张图形 那这个欧元来讲是持续在贬 那当然它有没有办法到它的贸易出口增加 这个还要商榷 还要再评估 就像我们那个BMW的汽车 是不是说贬值之后更有竞争力 那欧洲经济就会起来 那相对的 因为刚才我们秀过他们的债务 那么他们欧洲的债务都是增加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部分来讲如果说它欧元的一个贬值来讲 可能贸易还没增加的时候 它就已经被债务压垮 这也有可能性 但这个这是我们日后要做研究的 那我们认为这个欧元来讲 我还是很认同我们秘书长这边有谈到 就是说可能当初在设立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得太清楚 因为好苹果跟烂苹果一起进来 导致这个列币七组良币 那欧盟将来可能两个方向 因为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学者专家 都在讨论欧元可能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坏苹果把它赶走 这是五条株或六条七条 把它赶走那剩得好下来 留下来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模范生走掉了 那好苹果走是德国跟法国走了 那德国法国是唯一那里面是基欧生 这两个走大概也不用玩了 所以我认为拿欧盟来讲 要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要把坏苹果稍微剃掉 那么换血一下 那我想这个欧盟还有机会 那如果是基欧生德国跟法国走 我想这个大概是解体 大概我的意见大概是这样 谢谢我们刘教授 其实刘教授讲了这样的一个论点 其实也是有些人谈过的 那么我想我在这个剩下的这个几分钟时间 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看盘 来打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个其实三个都讲得有他们的道理 实际上我其实认为 如果你现在这个体质 如果这样子去做欧元 现在存在国家的整合 是有它问题的 但是呢 蒙德尔当时谈得非常清楚 他用美国加拿大 用Rocky Mountain去分东和西 大家都非常清楚 当东岸的通膨很高 西岸的事业率很高的时候 你要怎么用两个国家做生贬值 来解决通膨还事业问题 不可能 所以他最后的答案 在Optimate Concert Area讲说 最佳货币 Optimate Concert Area 是要Based on Regime Not Nation 不是以国为分而区为分 因此这个概念 告诉了欧盟 开始去整合 最后弄出了欧元 西方的国家 我们知道 你只要把西币 我们不要讲加币或美币 西币如果贬值 欧币 东币也不是加币美币 东币如果升值 两边通管事业 全解决了 后来欧元区 他们用了所谓的 其他经济数据要整合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想过 也非常仔细 不断的开会 那个整合从1979年 谈欧洲货币会议 就定出了ECU European Currency Unit 它整个过程都是对的 从最开始ERM 所谓的Eachenged Rate Makazin 汇率的机制调整 也设立了一个 所谓的ECMF 这个放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到1994年 我们都知道 成立了所谓的EMI Eachim Monetary Institution 就是欧洲央行的前身 到1998年 在法兰克福成立 这个整个机制都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在 这些国家并不均衡 因为他们在拉 这个经济标准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落差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不符合的国家 不让它进来的 就是希拉 坏苹果 不能进来 没有错 最佳货必须要选定 可以在一起的国家 可是 希拉人不该进来 可是为了同情它 可能让它进来 所以从11国到12国 基本上哪一些是欧元国家呢 我现在自己把我知道的 跟观众讲一下 它就是 德国法国最大的 再来就是 我讲三南 芬兰 荷兰 还有爱尔兰 再来有三例 匈牙利 对不起 没有匈牙利 澳地利 意大利 比利时 一宝 卢森堡 以及双牙 就是西班牙 葡萄牙 这样11个国家 没有希拉 事到了半年后 才让希拉进来 这出了问题 好 这些国家 的确有体质的不同 我们或许 应该去了解说 怎么样才是 最佳货必须 而不是全部 烂苹果出去 或者好苹果自己出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讨论 好 欢迎各位观众 回到我们《醒报》的财经台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欧洲的确它有这个再兴问题 但是欧洲的再兴问题 就是欧元 这个是不是应该把它整合 或分开 那么刚刚我们 谢秘书长提到 其实这个欧元的整合 这样的情况 是不对的 应该分开 其实目前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 刘教授提到 对有好苹果 坏苹果的问题 其实这让我想到 英国它自认为 它是最好的苹果 它一开始就觉得 你在共同市场以后 你德国把这个欧元区 全部你Grid DM大马克区 掌占了整个德国的领导地位 我英国何在 我英国最强 18世纪的时候 工业革命是我开始的 日不落帝国 所以我不愿意加入 因此英国认为 它是最好的苹果 它没有加入 它用观望的角度 它曾经还有考虑过 因为后来发觉 欧元做的成功 可是另外两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 我像讲一下 欧盟有15国 最早的时候 英国不加入 那是因为它自以为 它是一个好苹果 再来就是瑞典和丹麦的 欧盟国 他们也不加入 他们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加入 当然还有一个希腊不让他加入 最后 这15个欧盟国里面呢 却因为11个 加入了希腊变成 12个欧元国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2004年 又多了10个 欧盟会员国 变成25个 2007年又多了2个 变成27个欧盟会员国 但这里的欧元会员国 现在已经有16个之多 还有一些国家 好像最近要加入 当然我们先民双 认为不应该加入 好 我对这样的想法 还是一样 欧元到底 你觉得 我刚刚这样分析 是不是应该让他 在某个机制下 还是存在 还是你觉得 不应该存在 卢耀壽这一点 你是不是也 可以提供你的想法 其实 各位很清楚 就是说 921发生的时候 整个南投 整个台中地区 其他整个生产力 就业表现 都瞬间下滑 那时候我们是在同样 一个台币的机制下 所以 对南投地区造成的一个 一个价格下压的压力就会出来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用 所谓 南投地区整体 对外的汇率贬值的方式 来让南投可以 藉由贬值出口 来达成他整个经济恢复 所以的确 单一货币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区域没办法用 这种货币政策的调控 来解决local的这些实业的问题 那但是 倒过来讲 单一货币的体制下 你就必须要用 资金或者人的流动 来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当然 的确会发生 就是说 不但像一些欧元区的烂苹果 它恐怕在这样一个体制下 它被迫就是一个人力跟 其他资源流出的一个地区 那这部分 是一个整合的市场 一定会发生的过程 反过来讲 如果你要把人留住 那当然 一个货币方式来解决 然后以一个边界管理的方式 来制止 过度的这种整合 那这部分是 其他国家经常采取的形态 所以我想 就是说 纯粹我们看欧元 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要有的一个审慎 就是说 经济过程本来就是一个 也需要以具体实践跟参与 来完成的过程 那任何 只是想要搭顺风车 只是想要 这种 以这种 集体 狂热的方式 来解决经济生产实力 跟技术落实的这种方式 绝对都是 昙花一现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 不但大陆的大跃进 告诉我们 那是个笑话 俄国当年要埋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后来告诉我们这个笑话 如果一个经济体系 没有达成 人跟资金跟资源的三项流动 那任何的所谓 我靠一个整合货币 或任何的所谓 我靠一个共同市场 或任何的所谓 我有一个这个 治国良方 这种万灵丹 那个都是政治上的骗局 是 好 我们卢教授呢 他现在已经 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ending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欧债的问题 实际上 他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国 一个国或一组国家也好 的确 的确在整个经济的过程上 参与要有 甚至不管是人或资金的 所有的这个 一些配套 才能够让整个机制解决 而不是只是一个所谓 货币切割的问题 不过单纯谈货币切割的问题 的确 我们卢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 好像说好多国家弄成一个区域 好像符合了所谓的 Mondell的最佳货币区 可是Mondell又把一个国家 又切好几个地方 把美国和加拿大先切了两边 再把加拿大的东边西边 分肯定两个东币和西币 可是这些国家很显然的 我说的欧元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切割 它是把国家再整合 所以看起来 这个坏骨好骨就会同时存在 你没有办法好都在一起 坏的在一起 这个问题好像是这样 因为他讲到南部的这个 其实是这样的 的确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整合的背后 除了经济诱因跟利润的追求以外 以及资源配置 但还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的某种热情 这种热情有些时候是属于 国族主义的想像 那在任何国家 美国有印第安部落 在台湾有一些离岛 地偏远地区 其实我们从来 或者大陆在所谓开发大西部 所以本来一个货币区域 就会有其他的力量加进来 来扩大它的范围 这是一定的 这个我想最重要 还是回复到一个基本逻辑 资源 资金跟人力的充分流动 才是整合的唯一方式 好 谢谢卢教授 卢教授已经谈了 我们现在更深入了 以后我们要谈到更多的议题 资金 资源 人 人力 不过我现在想把这个东西拉回来 谈一个我也很担心的问题是 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有所谓的美国的四个debit rate 它分别是debt deficit 是负债赤资资 第二个是same deficit 叫除去赤资 第三个叫做budget deficit 就是财政资资 第四个叫leadership deficit 叫领导赤资 领导人辞职 第一个debt deficit 它所讲述的数字很可怕 突破10兆了 它是2008年出路的 已经突破8.7兆 当时有一个叫做debt clock 放在他们的fet前面 后来改放到irs 就是他们的税权数前面 它的数字就到 到9到那个数字 就是3333 也就是第十位数 突破就没了 结果他们眼看要突破了 现在却突破 然后那个clock 已经不能再用 这样的问题好像美国都在 好像不比欧洲差 刘教授 您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您是不是能对这件 所谓的debt clock 可能破产 现在已经 所谓美国破产 已经到10兆欠债的情况 说明一下 我刚好有带来这张 刚才在网路上我自己整理 这个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网站 它里面有一个国债中 这个国债的数字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之前在2009年3月9号 这时候呢 我有把它抓下来 一个数字 从这画面上看起来 大概差不多11兆 那当时每天的新增的债务 大概是 每天的话大概37亿美元 那么到今天 就是大概6月份的时候 2010 6月4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债务 已经到13兆 那这个之间 大概经过15个月 就是1.63个月 那现在每天的美国的债务新增 已经到 那个每天的41亿美元 41 所以这个债务 对美国来讲 的确是造成影响 但是呢 当然这个我们还没有处理GDP 那但是处理GDP 当然 美国的债务来讲 这个处理GDP 并不是最高的 并不是世界最高 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 就是说 还有一个比较安慰的一点 就是说美国的消费 占全球的百分比 已经在下降 所以呢 美国这个债务 美国的消费力 对全球的冲击 力量再慢慢减小 这一块空间呢 这个比例呢 大概多少 要我念一下 在2001年的时候呢 大概是35% 也就是美国的消费金额 占全球的比例 大概35% 那经过9年的时间 大概2010年现在 大概是25% 所以这个 这个大概9年来 大概降了10% 那这个降了10% 这个空间 就有新兴国家 像我们中国大陆 印度 这些国家 去填补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 美国来讲 虽然债务非常严重 也会影响世界 但是它的影响程度 日渐减小 好 这个日渐减小 这个议题 我们下次或许可以再讨论 我不知道 谢宁长你看怎么样 美国的债 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美国是世界的霸子 美国是战利益 它的赵欠很多 但它可以印钞票很弥平 因为它会把它所有的债务 分担给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但我要议证 实验以后 欧元期必然瓦解 所以我们要有因应的措施 是 我们这个谢宁长 他在很多地方 尤其政治选举预测还蛮精准的 我们大家记起来 十年后欧元押解 我们看 到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封这个谢宁长 为一个预测之神 那么当然我们时间有限 我现在呢 只是觉得有一个议题很有趣 或许将来可以再讨论 就是美国债 当然它可以印钞票 可是印钞票是会有问题的 印钞票会产生高通膜 会产生它急速贬值 而且国力会急速衰减 这是国家其实最怕的问题 但是印钞票 当那部电影问 所有的民众说 你知道印钞票会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I don't know 然后他们不知道印钞票有很大的问题 来 1944年 1965年 1986年 2007年 每隔21年 他们的负债比就冲到最高 1944年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 越战1965 到了1986 刚才我们卢教授讲的 雷根时代 2007年布希时代 他们现在的负债又冲高到了 60多% 64% 这个或许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好 那么债务很严重 当然这也警惕我们台湾的政府 怎么样把关我们的债务 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是人之笑柄 而且让我们的国人更有幸福福祉 谢谢我们三位来宾 那么也谢谢各位观众的观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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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